李李仁近期出演网络漫画改变的短片《黑盒子》 并在片中饰演流浪汉 并且他出席高雄电影节时透露 现阶段想挑战任何角色 只希望有帮到作品就好 他为了更好的诠释流浪汉角色 特地到永康公园体验乞丐生活 不过即便蓬头垢面还是有被民众认出来 对于这部作品 李李仁坦言自己的遗憾 就是最后没有哭出来 因为自己的哭点比较高 当时他为了进入情绪 于是打电话给老婆逃经营 希望对方能帮助自己 然而老婆却一直聊别的 让他感到既无奈又好笑 不过导演李昭花认为 真正的悲伤不一定要哭出来 他在李李仁的脸部表情很到位 而李李仁则透露 自己从不用眼药水辅助 想到原在美国念书的女儿 确实能帮助自己进入悲伤情绪 但他认为还是要融入角色 不然想到私事 反而会让自己出戏呢